用走的就像是远足一样 学员们来到了高雄林园 艺能班总动员 他们从古山跨去来参加活动 93岁的黄妈妈 让工作人员帮忙装扮 可爱的造型 其实一旁的女儿也如此 带她出来就是一种 我们当为人子女的一种回馈 小时候她牵着我们的手 现在换我们牵着她 每周固定时间带着妈妈参加 此一志工在古山开办的艺能班 黄静美用回馈的心情 陪伴着妈妈期待她快快乐乐 同样在艺能班开开心心的 还有这一位七十多岁的荔珠 改变很多 就比较有笑容 以前都不会笑 忘记怎样笑 这是荔珠形容过去的自己 独具的她在志工陪伴下 逐渐参与社区活动 绿洞 插花还有手工艺 都是充实生活的点点滴滴 考虑健康 体能 还有心灵关怀 陪伴老长辈 志工们用心 规划课程 大家新闻 珍珊美志工高雄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